今天平约瑟牧师要分享 让我们来看约翰三书一章二节 这本来要放在最后 但神的灵催促我 让你们先注意这里 约翰三书一章二节 对很多人来说 是非常著名的经文 尤其是相信医治与新圣的人 因为医治与新圣这个字 健康和新圣出现在这集经文中 记住这一点 现在的约翰老了 已经很成熟 过了很多年 他明白神的心 其实他是最靠近耶稣心的人 他明白乌灵与土明 因为他靠在大祭司的胸口 他明白神的奥秘 这些年来 他为信徒祷告 最看重的是什么 他说亲爱的兄弟 这就是你和我 我愿你凡事兴盛 另一个译本说 我祷告 求最重要的就是你得兴盛 英文新清定本说 你凡事兴盛 但其实 他说我祷告求最重要的就是 你得兴盛 对那些反对兴盛的人 他们只需要 看这里 兴盛不是指属灵上的 因为他最后提到属灵方面 如同你的灵魂兴盛 那在最后 这里讲的是物质上的兴盛 神 神要我们为彼此祷告 你们兴盛 并且不仅兴盛 而且健康 身体健康 正如你的 现在是属灵的部分 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 兴盛在希腊文是动词 现在被动不定是 好 现在是现在是 在某些语言 时态不同 用法不同 他正在跑 现在是 明白吗 现在是 被动是 什么是被动是 意思是 比方说 最常用来说明 主动和被动时态 最佳方式是 主动时态 男孩急求 主动男孩急求 好 被动 男孩被求急中 换句话说 一是 主动的 男孩 执行动作 被动是 男孩 接收到行动 你明白吗 你明白的 很简单 好 主动被动 请看这里 兴盛是 现在被动不定是 被动 为什么是被动 换句话说 你可能 甚至不相信 却仍是兴盛的 是被动的 你只是领受 但是 讲到健康 身体健康 是现在 主动 不定是 换句话说 如果你不伸出手 如果不参与其中 那么 你可以兴盛 但却生病 我只是在读圣经 朋友们 你懂我所说的吗 这不是我今天的信息 好 我的信息是 看这里 亲爱的兄弟啊 我愿你凡是 兴盛身体健壮 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 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 现在说到灵魂兴盛 他告诉你 我 希望你兴盛和健康 如同你的灵魂兴盛 所以那些担心 兴盛会毁坏人的 圣经在真言说 兴盛摧毁愚人 明白吗 如果兴盛毁了你 你就是愚昧人 是圣经说的 不是我 你明白吗 好 但这里有一个重点 谁说 愿你凡是兴盛身体健壮 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 当你的灵魂兴盛 你的兴盛就成了仆人 为了基督的呼召 成为多人的祝福 大家Amen吗 你的健康 也不只是为自己 Amen 是为了服事主 你的灵魂是兴盛的 你明白吗 下一个问题 你的灵魂如何兴盛 当然你明白 你问任何基督徒 他们会给正确的答案 爱神 还有要读圣经 每天祷告 Amen 还有 各位 这些答案不会出错 对吗 但在约翰三书 一章二节 你想看吗 不管怎样都要看 我们一起来看前后文 做长老的写信 给亲爱的该由 就是我诚心所爱的 重点是诚心 真理 亲爱的兄弟啊 我愿你凡事兴盛 然后来看其中所包含的 非常惊人 围绕着真理 就是真理 真理 第二节之后是第三节 第三节说 我就甚喜乐 就在他说 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 因为 有弟兄来证明 你心里存的真理 正如你按真理而行 我就甚喜乐 行在此是 现在主动事 正如你按真理而行 我听见我的儿女们 按真理而行 我的喜乐 就没有比这个大的 按真理而行 换句话说 按真理而行 让你处在一个 一个状态 被动的领受兴盛 Amen 因为你的灵魂是兴盛的 因为你行在真理中 当你如此活 你说因他的鞭伤 我得医治 然后你就在健康里 Amen 你明白吗各位 好 所以 一切都与 行在真理中有关 第四节 我听见我的儿女们 按真理而行 我的喜乐 就没有比这个大的 这里也该标注 一切都关于真理 第一节关于真理 第二节是暗示 虽然没有明讲 第三节是关于真理 行在真理中 第四节也是 行在真理中 什么是行在真理中 是行在福音的真理中 记得吗 律法本是借摩西传的 恩典和真理是由耶稣基督来的 真理与恩典一起 约翰福音一章十七节说 律法本是借着摩西颁布的 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 在这一边 恩典和真理在一起 律法是单独的 如果要一致 应该这样说 律法和真理本是借着摩西颁布的 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 但这边没有真理 当耶稣对当时的法利赛人说话时 他告诉他们 你们必晓得真理 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但法利赛人 他们熟悉律法 很显然 他不是在讲律法 因为他们早已熟知律法 他说的是他们不认识的真理 他告诉他们 你们必晓得真理 他告诉那些从小就沉浸于律法的人 他们熟读妥拉 摩西五经被他滚瓜烂熟 都背下来了 在这里 主告诉他们 你应该晓得真理 有些人试着把律法当作真理 曾经是出于神 在某一段时间 当基督来时 他就过时了 你明白吗各位 有一次 在初代教会 情况是使徒彼得和外邦人信徒一起吃喝 他们欢庆吃喝 我不确定他们是否试吃犹太食物 没有记录 但他和外邦人一起吃饭 然后他听到 听到耶路撒冷总部 耶路撒冷教会 在当时他们仍然坚守着律法 他们拆派一些人 圣经告诉我们 彼得就离开外邦基督徒 独自一人 要显示他有分别为圣 当保罗看到这样的情况 保罗在场 当保罗看到这样的情况 保罗当面斥责彼得 这是保罗对彼得说的 但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不正 与福音的真理不合 保罗说 我看到他们 彼得和其他一些人 犹太基督徒 与外邦基督徒分开 这是不一致的 我们不该 不该再有分别了 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不正 与福音的真理不合 就在众人面前 对基法说 他斥责彼得 下一节告诉我们 我们是如何称义 接下来的两节 十六节 既知道人称义 不是因行律法 乃是因信耶稣基督 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 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 不因行律法称义 因为凡有血气的 没有义人 因行律法称义 凡有血气的意思是 任何中国人 任何白种人 任何印度人 属血气的 都无荣耀 凡有血气的 没有义人 因行律法称义 你明白吗 还记得什么是 最大的诫命吗 有一次 一个法利塞人 来到耶稣身边 夫子告诉我们 哪一条是 首先和最大的诫命 耶稣马上说 你要尽心 尽性 尽义 爱主 你的神 然而 没人能守这个诫命 这就是为什么 靠律法 无人能称义 但是 你想那样爱神吗 是 第二个 耶稣说 其次也相仿 就是要 爱人如己 你们都想要吗 当然我们都想要 我们重生了 我们都想要 热切的 全心的爱神 我们都想彼此相爱 Amen 这显示我们重生了 但是 试着遵行律法 不会产生圣洁 那么 我们在世上 如何完成 耶稣所说的 首先和最大的诫命 就这律法 你会知罪 凡有血气的 没有一人 你行律法称义 我们如何 从这里到那里 有人说就直接一点 尽量守法 尽力而为 我要和大家分享 如何做到Amen 预备好吗 来看 以福所书 一章 七节 我们借着爱子的血 得蒙救赎 过犯得以赦免 乃是照他丰盛的恩典 在他里面 我们得着救赎 不仅救赎 我们还有罪得赦免 照他丰盛的恩典 圣经说 我们有 有这个字 你可能会说 你有吗 是我有 你有吗 是我有 可能是被动的 但想看看 这里这个字 希腊文的动词 OK 在它里面 我们有 现在主动是 主动的 换句话说 我们坚定持有 不让任何人抢走 我们有罪得赦免 Amen 刚才我出来时 你对我有不好的想法 弟兄 你的罪得赦免 Amen 你拥有 你有罪得赦免 Amen 好好 我明白你的恐惧 如果你告诉大家 他们的罪得赦免 而且他们会坚定 拥有罪得赦免 这不会导致 放纵的生活吗 不要着急 我会讲到 首先让我们来看这个 我们有 有的原文是 Echo 好 Echo 是被动 还是主动的 好 一起来看 现在主动是 说主动 换句话说 不是这样 我希望我有 不 你就是有 要真正握住 我有罪得赦免 你被赦免多少 照他丰盛的恩典 在宇宙中 展开神的丰盛 你无法看见镜头 完全没办法 这就是你被赦免的程度 这个照 希腊原文 Kata 照他丰盛的恩典 但是神怎么能就这样赦免人呢 他不是就这样赦免人 是有代价的 代价是 我们借着爱子的写 得蒙救赎 救赎的原文是 Apollo trasis 意思是 救赎 因为支付了赎金 而获得自由 付了赎金 之所以有自由 免受 免受惩罚 诅咒 死亡 疾病 还有一切律法的诅咒 完全免于这些 因为赎金 已被 支付 是有赎金的 我明白有很多人 你的正义感就像 神怎么可以就这样赦免人呢 他不是就这样赦免 他必须按着公义 耶稣的血流下 现在给神这样的权利 你想满足你的正义感 是 那边的那个家伙 那边的这个家伙 今日讲道的和听者都应该死 但是 看看耶稣 那是我们的死 你不能认为他的死 就是他的死 不 他的死就是我们的死 所以让这种正义感 因耶稣满足 让每个 让每个愿望 一切的 一切的困扰 让一切 回到十字架 阿妹 各位 我们有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 把约翰一书 一章九节放在一边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显然那些经文 不是给基督徒的 因为基督徒有 主动拥有 现在是主动拥有 他们有什么 救赎 透过他的保险 赎金 他们有 罪得赦免 他们不是试着 透过认罪 或透过替代 或任何 任何工作 取决于 取决于宗派 他们不是努力得到赦免 是已经有了 神在告诉你 紧紧抓住 因为有个字 有 echo echo这个字 在希腊文的意思是 拥有 抓紧 握在手里 握紧 拥有 抓紧 拥有你的财产 紧紧抓住 人们会试着 说服你放弃 我告诉你 魔鬼会用很多人 说服你 不要相信 你确定吗 你怎么能说 你所有的罪都都赦免了 你是说昨天今天 永远都都赦免了 是 然后 本能的肉体进来了 肉体的论点 认为 难道不会导致人们 开始放纵地过生活吗 明白吗 这给我们带来下一个问题 所以我说别着急 专心听 好 来看下一个 顺便说一下 我需要告诉你 第二章 看约翰一书二章 看约翰一书第二章 在第一章之后 在第九节 你看见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好 如果一章九节 指的是基督徒 然后你有第二章 提到基督徒 有问题了 我先读一下 二章十二节 我写信给你 小子们啊 我亲爱的孩子 在原文中 亲爱的孩子们 我写信给你们 因为你们的罪 借着主名 得了赦免 这里的动词赦免 这里的动词是被动 被动完成式 我们只是领受 知道什么是完成的吗 完成是什么意思 一次到位 不能重复 就是目前的结果 我们仍然被赦免 我们已被赦免 我们仍然被赦免 这是被动的 换句话说 认自己的罪是主动的 你必须承认 这个不是 是被动的 你是被赦免的 没有不被赦免的基督徒 还有回到以夫所书一章 以夫所书一章 罪的赦免 这里的罪 这个字是 PROPTOMA PROPTOMA 这个PROPTOMA 有一个相同的经文 在哥罗西书 我们在爱子里 得蒙救赎 罪过得以赦免 那里是HAMATIA 两者意思都是罪 在这里偏向是过犯 明白吗 我提这点是因为 在马太福音六章 耶稣说 你们饶恕人的过犯 你们的天父 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 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 你们的天父 也必不饶恕 你们的过犯 看见了吗 这段以前让我非常害怕 首先让我告诉你 有人说 阿比牧师 这边说你的天父 让我告诉你 各位仔细听 耶稣在死前说这些话 那时没人得救 人如何得救 他还没有流出保险 有门徒 有追随者 有群众 没一个得救 他还没死 你明白吗 只有对犹太百姓 耶稣才能说 你的天父 许多人认为 只有基督徒 可以说 我们的天父 没错 但犹太人是唯一的 在旧约里的 唯一可以称呼神 我的父亲 这就是为什么 在登山宝训中 耶稣说 你的天父喂养他们 你的天父 他与犹太人说话 尚未得救 还没重生 他还没死 他的血还没流出 他告诉他们 你的天父 但仔细听这个区别 主要的区别 在旧约中 犹太人是神的孩子 但希腊文是 Napios 什么意思 婴孩 婴儿 但是一旦 你拥抱恩典的福音 并透过耶稣基督 成为神的孩子 你现在是 Hios 意思是 完全长大成熟的儿子 你不把法拉利 给一个Napios 你不会把车给 婴儿 你会把车给Hios 明白吗 好 犹太教 仔细听 圣诞Pios阶段 这就是为何 希伯来书六章说 让我们竭力 进到完全的地步 明白吗 所以他告诉他们 对犹太人 他说 你们不饶恕人 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 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 过犯这个字是 Paroptoma Paroptoma 同样的 所以以福所述说 我们所有的Paroptoma 都被赦免 这里说 除非你饶恕 否则你的Paroptoma 不会被饶恕 很明显互相矛盾 听着没有矛盾 没有矛盾 一个在十字架前 一个在十字架后 以福所书四章 告诉我们 以福所书四章 并要以恩慈相待 存怜悯的心 彼此饶恕 正如神在基督里 饶恕了你们一样 这里饶恕是 不定过去时代 一次到位 在基督里 神饶恕了你 神饶恕你 注意 我们 我们彼此饶恕 正如神 在基督里 饶恕我们一样 十字架之前 饶恕人 是未得饶恕 十字架后 彼此饶恕 是因为神 在基督里 以饶恕 这里饶恕是 一次且永远 不定过去时代 大家明白吗 因为缺少这样的信息 便无基础 彼此饶恕 我们说 要饶恕 否则会受苦 这不是 不是饶恕正确的基础 正确的基础是 告诉大家 他们已得着饶恕 明白吗 对神的爱 如何能有对神的爱 还记得 犯奸淫女人的故事 应该是妓女 她到法利塞人西门的家中 她邀请耶稣来晚餐 耶稣坐下 这女人拿了一瓶香膏前来 不久前我才讲过 你还记得吗 就来看两节经文 更细地来探讨一下 耶稣说 因为法利塞人说 若耶稣如此的圣洁 应该会知道 这女人的来历 又抹香膏又流泪 耶稣说 因为法利塞人说 若耶稣如此的圣洁 应该会知道 这女人的来历 又抹香膏又流泪 耶稣看着西门 耶稣问西门 西门 其实我们应该从四十一节开始 耶稣说 有两个人欠债的 欠债主钱 一个欠五百罗马币 一个欠五十罗马币 五百罗马币 一罗马币是一天工资 五百罗马币是一年半的工资 就是欠这么多钱 欠五十罗马币的 大约是一个半月工资 一个欠了一年半 另一个一个半月 就看你的收入有多少 每月工资 一个欠五百罗马币 一个欠五十罗马币 耶稣说 这两个人欠钱 当他们无法偿还时 债主就开恩 这个说法很美 就是白白的 就像乳香 那香气白白散发 债主就开恩 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 耶稣说 因为他们无利偿还 债主就开恩 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 开恩免了他们的债 现在我要大家读 清定版的圣经 清定版圣经说得很美 是这样的 耶稣说 这两个人 哪一个最爱他呢 哪个会最爱他 希腊原文说 罪 罪是什么意思 圣经词典讲的简单 你能够记住 在职与量上都更好 哪一个会爱他 哪一个会爱他 在量上更多 很多的爱 也有更好的品质 问题是 这两个人 哪一个最爱他呢 这是清定版圣经 这两个人 哪一个最爱他呢 西门回答说 我想是那 多得恩免的人 清定版圣经说 得最多恩典的人 会最爱他 到底耶稣问了什么问题 哪一个最爱他呢 这不就是尽心尽性 尽力爱主你的神吗 当神赦免罪人 哪一个罪人 哪一个罪人 凡听见我声音的 或是透过电视收看的 或是听CD的 哪一个神的儿女 会最爱神 明白吗 西门回答说 我想是那 清定版圣经 是那 多得恩免的人 罪这个字 希腊文 Plyo 意思是 更好的品质 更大的量 谁对神的爱 会是更多的 而且更好的 西门回答说 我想是那 多得恩免的人 就是神对此人的赦免 在质量上 是最多且最好的 两者息息相关 看到了吗 那知道 自己被赦免最多的 就最爱神 各位 要传讲 牧师领袖传道人 要传讲赦罪的道 要大家拥有自己的产业 活在继承的产业中 不会让人少爱神 也不会导致放荡的生活 反而让那些 知道自己得赦的 得最多赦免 将会最爱神 对神的爱会更好 而且会更多 哇 为什么 为什么人没那么爱神 为什么没有热切地爱上神 因为信息没写明 我们已得赦免 是是是是 我们给大家的是 一个 可以跳过去的圈圈 我们说 除非你认罪 除非去和好 结果大家都很累了 不想 不想再跳这些圈圈 大家都很累 因为他们不是 好 我知道是海报 我知道 我觉得 叫声你就明白了 现在要讲 最后一个故事 然后结束 准备好了吗 马来福音 十八章二十一节 那时彼得近前来 对耶稣说 主啊 可以想象彼得 非常得意 主啊 也许他刚刚 刚刚原谅了腓力 主啊 我弟兄得罪我 我当饶恕他几次呢 到七次可以吗 然后看一眼腓力 他可能已经原谅他七次 三年来七次 我当饶恕他几次呢 耶稣说 不是七次 是七十个七次 不要再算了 七十个七次 代表无限次 明白圣经数字学的人 就知道 因为神是七 是完美的数字 意思是完美中的完美 不要停止饶恕 还有 想要结婚 这是该懂的真理 一定会发生 不要再这样咯 结果一定再发生 明白吗 婚姻是一系列的 彼此饶恕 我告诉你 各位 今天是口臭 明天臭味从别处传出 各位要不断饶恕 有些正在交往的 他们说 亲爱的 我们不会像那样 对吗 我不会做 让你不开心的事 然后另一个说 对啊 爱就是不需要说抱歉 太天真了啦 好 所以耶稣说了 耶稣分享一个比喻 二十三节 天国好像一个王 我们就要结束了 天国好像一个王 要和他仆人算账 要和他仆人算账 财算的时候 有人带了一个欠 多少 多少 一千万银子的来 因为他没有什么 偿还之物 主人吩咐把他 和他妻子儿女 并一切 所有的都卖了 偿还 那仆人就 俯伏拜他 说 主啊 宽容我 将来我都要还清 真是错的离谱 听到他说的话吗 宽容我 将来我都要还清 他真的相信 能够还清 你哪可能 表现够好 让神 称你为义 这人就是这么说 给我点时间 我就会做到 错误地相信 看主 看主怎么做 充满恩慈 那仆人的主人 就动了慈心 这主人是谁 我们的天父 就动了慈心 把他释放了 并且免了他的债 上千万负债 被免了 就这样 碰 消失了 他被赦免吗 告诉我 他被赦免了吗 是 下一节 别忘了 耶稣在分享这故事 那仆人出来 遇见 立刻 遇见他的一个同伴 欠他十两银子 不是几千两 只是 只是 几十两 便揪着他 掐住他的喉咙说 你把所欠的还我 他的同伴就 俯伏要求他说 宽容我吧 将来我必还清 他也是这样说 这样求的 对吗 他等不及 他不肯 进去把他 下在间里 等他 还了 所欠的债 得赦免之后 他做的第一件事 在他脑中 每个基督徒都得赦免 为什么有些 就无法饶恕别人 就算他们被饶恕了 他们没拥有 没有享受 也没常常提到 他们没分享 你知道吗 他们犯罪的时候 自己都看不见 对我 对你们来说 我们犯罪 有时 他们跟我说过 我们饶恕的见证 在信主之后 更加美好 我们知道 自己得饶恕 我们感谢神 时时饶恕我们 我告诉各位 我们不完美 我曾经以为 年纪越大 就会越好 但年纪越大 却越是糟糕 我还没答到 但是 奉耶稣的名会答道 我要像迦勒一样 八十五岁 仍健壮说 给我那座山 你看他在想什么 在这之前 主人原谅他了 他却没听到 有些人就像这样 坐在下面 台上已经宣告 他们都没听见 他们得饶恕吗 是 他们很享受吗 没 有些人 有许多人 你说 你上千万的债务 白白被免除 你会说 哈雷路亚 一秒就被割手 哈雷路亚 我想 你会赞美耶稣的名 Amen 我可以请你 吃饭或是喝饮料吗 你一定会想请客的 立刻你会去祝福别人 我知道你会这么做 你会想要分享 这就是传福音 你会说 你看我上千万的债务 被免除 你会毫不费力 传讲福音 但是呢 他脑中想 其实我做得到 一直以来 他都没再听主人说的 其实我能付清 有个家伙欠我几千块 清醒点 你欠上千万 就算这个人还钱了 你还是还不了 你不懂了 有人欠我钱 主人一放我走 我就要去讨债 圣经说他立刻去找人 掐着对方脖子 立刻还 那人还不了 就丢进牢里 一起看 三十一节 别忘了 是耶稣在分享 众同伴 看见他所做的事 就甚忧愁 却把这事 都告诉了主人 于是主人 叫了他来 对他说 你这恶奴才 你要求我 我就把你所欠的 都免了 你不应当 连续你的同伴 向我连续你吗 三十四节 主人就大怒 把他交给掌刑的 等他还清了 所欠的债 你们个人 若不从心里 饶恕你的弟兄 我天父 也要这样待你们了 感谢神 在这部分 我们从故事中 学到耶稣 分享的一切 我们都有所获得 就算是十字架 之前的故事 我们的罪 都得赦免 我们从故事中 学到耶稣 分享的一切 我们都有所获得 就算是十字架 之前的故事 我们的罪 都得赦免 拥有它 享受它 Amen 你现在觉得 屏幕神很讨厌 享受神的饶恕 我也原谅你 Amen 好 各位 重点是 我们回答了 今天教会 今天教会 最大的问题 他们看见 人不够爱神 所以生活放荡 他们看见 苦毒的问题 还有不合一等等 但 他们处理的方式 错了 为什么呢 最后我要告诉你 好吗 一定要说 然后结束 好 回到 耶稣分享的比喻上 路加福音第七章 第七章 其中 其中谁最爱神 最爱他 答案是什么 被饶恕最多的 最后我要说 耶稣说 你断的不错 我想说的是 领袖需要能正确判断 我们看见人更蒙福 看见人更圣洁 超越我们 我们看他们 看到的是神同在 神同在围绕他们 是真基督徒 我们怎么想 他们很自律 判断错误了 他们之所以更爱神 是因为知道被饶恕很多 那才是正确判断 在基督肢体里说 看到那人了吗 你知道为什么吗 还有那间教会 为什么这么好 他们很自律 所以才会判断错误 这个人 法利赛人 耶稣说判断正确 那些最爱神的 就是知道自己被原谅 最多 这是正确的判断 是每个 每个 每个服侍者 牧师 领袖 宣教士 都该有的 都要有 我们缺乏判断力 我们判断错误 我们以为 人之所以不爱神 大家彼此不相爱 是因为 人的心刚硬 因为充满罪性 或者说 一点也不节制 就是懒惰 都是因为灵恩运动 灵恩派说 都是因为福音派的缘故 彼此责怪 但答案就在这儿 我们判断错误 这是属灵征战 都是魔鬼 魔鬼躲在墙角 偷偷流泪说 大家都怪我 就躲在那边 我们 我们 更多属灵征战 更多属灵征战 我们判断错误 人之所以不爱神 为何教会中 缺乏对神的爱 对彼此的爱 我们判断错误 弟兄姐妹 回到 最纯正的 最纯正的开头 耶稣看着西门说 其实耶稣的 故事帮了西门 不是西门有智慧 他的故事如此简单 立刻得到结论 谁会 最爱神 西门说 我想 是那个被饶恕最多的 希腊文 只有两个字 Atrus 克里诺 断得不错 断得不错 再上各位 请低下头 闭上眼睛 你蒙福了吗 Amen 你今天如何 是否 只想到 自己今天 又犯了哪些错误 而不是看见 罪都得赦免 是这样吗 各位 魔鬼 是不是一直提醒你 哪里又做不好 魔鬼 是不是一直提醒你 你没有 没有做到的事 不是好丈夫 不是好父亲 魔鬼 是不是说 身为母亲 你不够好 魔鬼 是不是说 你 你不是好基督徒 你身为妻子 身为领袖 其他人不知道 但你知道 你有哪些挣扎 面对哪些试探 你以为 有一天会消失 但却越来越强烈了 魔鬼一直说 你是卫君子 也许领袖会说 当领袖会有帮助 我会有特别的恩高 能胜过这些试探 但却每况愈下 朋友们 别再看 你自己 不要听 仇敌说 那控告者 回到福音上 神早就认识我们 很早很早以前就认识 他知道 肉体终究是肉体 永远不会改变 肉体出不了好东西 台上讲的 台下听的都一样 神给了我们答案 他拆派爱子 需要有人付代价 我们心中呼喊着 有人要付代价 正是因为追求公正的心 有时候 我们伤害自己 自己付代价 要太太付代价 要孩子付代价 有些时候 这些发生 我们 没意识到 我们对自己太严厉 所以 也对他人严厉 哈雷路亚 因这宝血 我们在他里面得救赎 罪也得赦免 罪已经得赦免 按照他丰盛的恩典 昨天我突然发现 我看着我的儿子 才十四个月大 我说宝贝 走向爸爸 过来 他向我爬过来 带着笑容 他爬向我这 我跟太太说 连婴儿都能明白的一个字 就是来 而耶稣说 到我这来 不需要很聪明 不需要明白圣经 不需要明白希腊文 到我这来 来 到这 去谁那儿很重要 耶稣说 到这来 我要使你 安息 再多钱都买不到 安息 耶稣当礼物 送给你 愿意到他那儿吗 请大家低下头 闭上眼睛 所有收看的朋友 若这是你 你说 平牧师 我要这份礼物 就是罪得赦免 我知道 是透过耶稣保血 他的血就是 就是赎金 我知道牧师 其他都不能救我 也无法清除我的罪 只有耶稣保血 牧师为我祷告 若这是你 你想得救 做神的儿女 得到这一份 这一份礼物 罪得到赦免 在离世之后 立刻进入天堂 当你还在世上时 耶稣应许丰盛的生命 若这是你 请跟我一起 从心里祷告 我分享的一切 会进入你的生命 请跟我说 亲爱的天父 我相信 耶稣基督 神的爱子 你所爱的 你为了我 拆派爱子 因为你爱我 我是罪人 应当受死 你拆派耶稣 来代替我 为我的罪死 你叫他第三日 第三日从死里复活 耶稣基督 是我的主和救主 直到永远 感谢你天父 我的罪都得赦免 我在耶稣里 备受恩宠 奉耶稣的名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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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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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各位起立 准备领受祝福吗 记得你是蒙饶术的 神的祝福都属于你 全都是你的 Amen 享受祂 得着 得着你的产业 好吗 有些祝福是积极的 要来宣告 是我的 健康是我的 我们一起说 健康是我的 因耶稣的鞭商 我已得医治 Amen 你看这是有差别的 也许神要我有吧 如果神想要 祂就会给我 这不是主动 拥有它 Amen 准备好拥有产业吗 在这一周 神祝福你 和你的家人 有亚伯拉罕的福 有生命纪 二十八章的福 主要亲自保护你 祂亲自保护 是稳固的 主保守你 和你所爱的 在这一周 远离所有传染病 远离所有感染 远离伤害 危险和意外 远离所有黑暗势力 远离恶者的权势 都因耶稣保险 这代价买属你的保护 主的脸 必光照 每个听见 我声音的家庭 赐你恩宠 赐你美好的恩惠 丰盛的祝福 不管去哪里 必有恩惠 随着你 丰丰富富跟随 大家会看着你 跟随你 因为神的恩宠 在你身上 主要看着每一个人 看着你们每一个 赐给你和你所爱的 他美好的 Shalom健康 健全和平安 奉耶稣的名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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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祝福大家 下礼拜见